那我們接下來請吳玉琴、吳委員 主席 剛剛對於上禮拜的一個主持會議 针對本席的一個主席的確認有一些疑慮 我在這邊再一次的說明 我用的是議事規則裡面的54條 如果對於議事錄出席委員如果認為有錯誤或遺漏史 可以應以書面提出由主席進行處理 那我們提出的上面並沒有很明確的去指出錯誤或遺漏 所以我就進行的表現 說說不予 主席就才是 語句錯誤 才是 進行的才是 不予處理 好第二個 好請尊重我發言好嗎 第二個有關黨團提案的部分 這部分確實有一些的彼此的一個爭議 時代力量用的是59條 那本席採用的招委採用的是57條 57條是各委員會會議的一個召開 連署或會 會議的人數呢 因一本規則所定的人數五分之一的比例行之喔 那這一塊呢確實過去在立法院有非常多的疑慮 所以我翻了相關的這個有關立法我們立法院的法治局的一個說明哈 這個爭議呢 他也最後因為文字很多我就最後終結喔 他說本宴各委員會的會議運作 是由各委員會的委員自主處理並沒有統一的規定 那各委員會的議事實錄呢 提案或動議都有委員連署或護議 未接受以黨團名義提案建議能維持此一實務處理的方式 所以我其實本席是用的這個原則來做這個黨團不予處理的 黨團提案不予處理的一個部分 如果要提案應該還是要由這個我們本 外皇委員會的委員們 自己要去連署至少三人才能提案 這個部分是我的處理原則 所以以上做一個說明啊 我想我們是還是依照醫事的程序來進行的 不是沒有依據的謝謝 好 謝謝吳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黃國昌 黃委員 針對喔 剛剛吳毅宣委員 也就是上一次的招委啊 對於他所援引的立法院議事規則 作為57條 作為處理的依據啊 我從知道啊 到剛剛聽完啊 我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啊 就是政經啊 如果還要再加上另外兩個字啊 就是荒謬啊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啊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59條寫得很清楚啊 符合立法院組織法第33條規定之黨團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得以黨團民意提案 不受本規則有關連署或負義人數之限制 第一個 剛剛所援引的立法院議事規則第57條 請問是法律嗎 立法院議事規則是法律嗎 這應該是一個非常基本的法律問題吧 第二個 59條也講 不受本規則有關連署或負義人數的限制 五七條不就是寫在本規則當中啊 這麼清楚的法律問題 還有辦法用凹的 然後講說是透過用爭議的方式 來打迷糊仗 來打污賊仗 我想任何法律的討論 立法院議事規則的討論 要有理性的基礎吧 不是沒有理性的基礎 自己上來 胡鬧要怎麼解釋就怎麼解釋 即使你今天當主席也是一樣 好 謝謝我們接下來請徐淑華委員